各位学员,大家晚上考 郑勤安卢主治医学讲授 今天晚上是第二十三讲规制法四 因为规制法,法变化很多 我们讲的这是基本法 今天我们讲到第二十三讲规制法四 本书内容参照郑勤安卢主治医学讲授 434页到437页 我们先看看 这个是屈污之带之法 这是个腰组成 这个腰组成 我们先看看这个详细内容 我们再看看这个四路分析 组成用贵枝毛柱小茴香 制甘草生姜因洋祸 也就是贵枝杂草洋祸浆 在里边我们用小茴香 用小茴香的指征 在复养医学里边有两个指征 一是肝气不流畅 第二个是脾脉质 它主要是对双关脉的脾脉 加上有肝脉的问题解决问题 去油化着自带之法 简单为自带之法 这里边有两位药 就是比较核心内容 就是说乌贼骨 或者加白檀香 我们知道女同志在月经期前后 容易出现一些白袋 这些白袋 这些白袋呢 对生理功能它会有影响 所以说这个处方主要是用于 这个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在用情况下 一般就是在月经期用 叫顺势化解 说这套处方我们一般是用在月经期 月经期 而这里边在嘉奖过程中 我们知道我们有时间 就是说卖锦师 说明有外感 可以用吸杀人 杀人呢 我们知道纳下 但是他有开上的作用 走后天 这个八卦图的昆土 然后从对卦牵卦 然后到达这个砍卦 又从正卦出来了 那一只人呢 是从这一个 昆卦直接下来 到了砍水 都不走了 所以说卖锦师 防止邪气 带进去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 都不用一只人 所以一只人只收纳 而不能向外开拓 其他人呢 这就是说有外血 有一点 也是可以用的 我们看这个处方 这个处方就是说 告诉我们这个 要一般来讲 虽然会在月经前 或者月经期 而这个处方呢 是在经期 为什么我们知道是 经期呢 根据彭氏讲课的 这个思路 我们知道 清皮小茴香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走干的药 走干的药 走干的药呢 也就是说 走干的时候 才会 才会用这些药物 同时呢 就是清皮 有饮药 饮药会干的作用 而且呢 彭氏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喜欢什么 喜欢用一只人 用一只人 在这目的是做什么呢 主要是收纳月经 房子月经过多 比如说你要超过七天呢 这个量大了 会影响人长期贫血 这个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 这个处方是用一般 经期用的 制白带的处方 这个处方呢 这里边我们知道 重点的药物就是 污贼骨 污贼骨又叫海飘销 是污贼骨中间那根骨头 我们上一节讲了 这污贼骨 有致酸的作用 它叫阴中制阳 什么叫阴中制阳呢 也就是说 它有八个脚 有一个中间一个骨头 所以说叫阴中制阳 又化血中之灵 我们知道污贼呢 当遇到危险的情况下 会吐住墨汁 然后自己跑掉 但这墨汁随着时间一长 慢慢就消失了 所以说这个墨汁呢 就是像污贼骨的血一样 血呢 等于是开始有 慢慢慢慢可以化五 所以说化血中之五 白檀香就是我们的檀香 檀香现在大部分呢 我们都用在一些香料上 比如像我们经常打坐的香 这个香呢 大部分都是有什么 有檀香做的啊 所以说气味非常香 上通消汗 也就是冲天 下街阴敏通地 所以说由于清香 所以扫进空中污浊 翻人身污浊 成分 留意三角网膜 或者皮肤肌肉 用此 扶治 神清气爽 浑土安康 也就是说这两种药 这个有化汇的作用 这个有消除这些分销的作用 所以说才有了什么 才有了去白的的作用 我们看看这个 我们看看这个整个这一个药物组成的思路 这一个我感觉分析的比较好啊 这是责任编辑 这个这个我们责任编辑这个 呃 清河 他总结的 哇 你看 大家看 这就一目了然呢 这基本法二 小茴香啊 菌株扎草 洋活 江 扎草 扎 换整 小茴香 然后阴阳 货呢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用了毛主加阴阳货 那就说有的人比如讲局部有汉 哎 像这质白带我们也可以用阴阳货 又是协调阴阳 白带是多吗 协调阴阳就可以减少 如果这个人没有外杆 我们也可以把毛主呢 换成白主 哎 换成白主 换成白主呢 等于说本身白主 我们知道白主啊 白主也本身 白主本身也有什么 也有这个白主与仙灵皮相比 相配套 也有什么 也有协调阴阳 协调阴阳也可以治白带 也就是白主加阴阳 或这一组药 用好了 也会什么 也会有清除白带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 这些要 白檀香啊 乌贼谷啊 夫神啊 有这个去乌主的用 而且这两个药 也就是白主加阴阳祸 也可以用 毛主呢 阴阳祸也是矛盾处理 如果这个人有汗呢 他汗不多 加阴阳祸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说这后本药呢 这是白檀香是必选的啊 但是像桑飘销啊 杀人一只人啊 杜众啊 是根据卖证加减的 像这如果经期呢 我们可以加杜众 月经过多了 我们可以加什么 加一只人就行了 所以说各种的代证 都是可以用 在经前 经期 经后 都是可以用的 一般我在临床上呢 就是说 以经期用的最多 为什么经期用的多呢 叫经期 我们叫顺势化解 我们知道经期 是开窗期 也就是排污期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月经 要从下而出 那我们的邪气呢 正好趁这一个开窗期 让它顺势化解 这就是我们说临床上 抚养医学 总是讲顺势而为 什么叫顺势而为 那月经前 那我们呢 我们知道 女同志乳房会涨 这是能量向上走 到经期呢 会向下走 由于有很多人 由于这个经络 有阻塞啊 经络不通啊 受寒了 会出现痛经 那痛经 就是典型的经络不通 那就是往下走不通 而这个制白带 也是其中的之一 经络不通 也会引起白带比较多 有的人也就白奔 大奔情况下 经期来用 都是效果比较好啊 这个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一般来讲 我经期 喜欢这样用 效果非常好 但是我们要随证加减 你像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白柱啊 加一致 那我们加杜仲啊 杜仲也是个间接引经药 都是可以用的啊 所以 奴养医学里边 药物 这什么法决定了 我们比如可以加青皮 无贼骨 白檀香 杜仲就可以了 那你说它运行时间长 白带多 我们也可以加一致仁 卖紧了不用 卖不太紧了 我们可以用 卖紧了 我们可以加西沙仁 都是可以的啊 叫随证加减 叫根据卖 根据病 根据证 根据蛇 来加味才行 这等于说是一个 精气的制白带的方法 我们又称为 去污化着制白带法 也可以称为 简称为致带之法 就可以了 临床上 我们都会碰见这种情况 我们都会这样用的啊 那我们看看 这个 第五个 致湿疹疲疹之法 也就是说 致湿疹疹疹疹之法呢 就是我们讲 我们各种养疹呢 过敏呢 等等 那我们怎么治呢 这临床 非常多啊 有的时间 我们吃了东西啊 我们上哪儿去了啊 我们会出现过敏呢 身上痒啊 起的痘痘啊 节节啊 等等 所以说 这个处方 也是贵之法 你看 贵之 毛住小灰香 治干草 这里没有用阴阳货 为什么不用阴阳货呢 我们知道 治皮肤方的病 我们要向外开 向外开 我们就不能往里收了 为什么不能往里收呢 因为我们的所有皮肤的疾病 都是我们的毛孔 受到了干扰 邪气通过毛孔 不能排出 或者开合呼吸 分泌功能受到的影响 这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 要顺势把这个口窗打开 不要轻易用收敛啊 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看 它的家位呢 舌床子 地肤子 香白子 花椒 浮神 包括双儿子 尘埃 都是可以用的 包括我们说的 皮肤上 有时间 女同志啊 或者男同志 长痘痘啊 背骨长疮啊 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啊 但是双儿子这个药呢 不能多敷 为什么敷了多了 它为什么会引起呕吐 因为这个药有刺刺 有刺吗 有制风的作用 对胃有刺激 所以说吃的不能太多 吃五副没问题 吃十副也行 你要吃一个月 都要考虑 那怎么用啊 这里边 有一个最核心的药物 也就是我们讲一样 舌床子 气味心平 舌床子 舌床子 什么意思呢 等于说是 这是个 这古人发现这个药 时候 有蛇在那握着 这个草上 可能蛇 因为得了病 或者不舒服 会在这个草上 这个枕上握握之后 感觉他好了 人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起名这个药 叫舌床子 气味心 有心血 运造 请激动之 造湿 解皮肤之风痒 这个药啊 还有温补作用 舌床子这个药呢 是一个心苦药 心呢 等于说向上开 苦呢 可以去降灼 所以这个药 是一个公补兼施的药 可以治皮肤很多疾病 包括白带 也是可以用的啊 地肤子呢 画皮中之 着垢 消 激动之 凝郁 开太阳 阳命的通达之路 香白纸 新香之品 如费罗尔通皮毛 画清中之灼 清阴中之慧 凡气血流 有流污 淤脊 激表 激动之指 结合化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白纸这个药 香气很浓 就是我们家里边做的香料 包括我们经常做的香包包 我那个香气 大部分都是白纸啊 白纸在说我们在家里做调料 这个煮的一些肉食制品的一些香料 必用制品 这个药非常香 香能呢 化味 能够化脱 能够化汇 同时呢 香气可以芬芳 可以把底气的浊气 统统怎么削走 所以说这个白纸是一个很好的药 而且是个美容的药 白纸 白纸 你看看 白 整就是说 它这个药很白 很香 所以这个药一般在美白纸品 内服外用 都是有很好的用处啊 所以这个主要是 最于质疑一些我们 这个药 以这三连 以这三个药 为什么 为主要的治疗皮肤的药物 但是它是要是在什么 在柜子法的基础上用 所以说三着连媚而用 开太阳 扬明之道路 太阳是往外走 扬明呢 往下走 人与天地沟通的道路就两条 一个太阳 一个扬明 所以说 它可以打开两条道路 三着两合而用 皮肤激动 鬼门揭开 于至激动 机表之邪 邪着污秽 随太阳而化为汗 就是说 向上开 可以化为汗 随扬明而降 从大病 什么叫开通阴阳之行 花 我们去吃饭 凡是麻味 都是花椒 花椒用的是花椒的壳 什么叫开通阴阳之行 我们知道花椒的壳是什么 是开口的 我们知道花椒是个心 温之性 明显 但是它这个花椒 刺是苦寒之性 所以说 它把口张开了 子子我们不用了 我们只用壳 所以说 它有开通阴阳之性 它是个 这个等于说 花椒的壳 是个阳性 花椒的子呢 是个阴性 它是阴阳环道之体 所以说 犯内外纤维质 空穴之处 其邪气 污秽均精气 内洗外敷 而消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们皮肤痒的情况下 花椒不仅仅可以内敷 我们知道 我们吃的麻辣味里边 都是花椒组成的 麻椒一炸 然后吃了麻味的都是 所以说 它有一心辣之性 可以从内向外开除 开通我们的皮毛 使邪气外出 同时呢 花椒 如果哪个地方痒了 我们可以抓一个花椒 煮点水 拍打拍打 它就不痒了 为什么呢 它开通阴阳 开通阴阳相对的 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皮毛打开 打开皮毛情况下 我们自然就不痒了 所以说它可以内敷 也可以外洗 内敷很安全 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到市面上 吃的是麻辣味 通通都有花椒里面 特别我们吃的川味 或者是 湖南的香味 那都是这样的 香味都是麻辣之品 更皆福神 宁神 宁心神 化石朵 分化 一切皮肤积奏 非常人之物 这能随阴阳运行 渐渐化为乌有也 所以说这就是这三味药 是在柜之法的基础上 才能产生这些疗效 我们知道 福安医学讲的是法 法呢 是方向 方向定了 我们要开表 同时我们再用这三味药 这几味药 来配合我们的开表作用 达到我们的就是方向 是我们治的切脉表证 而且 有一些痒啊 着血啊 等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还要配合 针对性药物 也就是说 我现在 我觉得 卢柱之的核心思路 它是法 药 同用 也就是法 先把方向定下来 然后再结合病脉症 选择针对性药物 所以现在我的一案里边 都叫法药一解 是完全展示了 卢柱之的 这个核心思想 我们看看 这一个知识批针之法 这个总结 弄得非常好啊 你看 这签本总结 弄得非常好啊 这个弄得非常好 而且说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你看 就 告诉我们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基本药物 基本药物 这基本药物 这开表的啊 然后我们这里边 选了几个药啊 选了你看 蛇床子 地肤子 香白子 花椒 哎 腹生我们就不用讲了啊 参耳子呢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用一阵子 但是不能久用啊 这个会对胃产生刺激会非常不舒服 所以说所有的皮肤病都是可以用的 就是我们知道皮肤病是非常多的 凡是皮肤病 抚养医学都是用规制法 或者富贵法 或者窗户法 通通想外透 很少用清热解毒药 为什么呢 因为 只有新温之品才能相外开发 我们知道我们的呼吸 70%的在废 30%呢 靠谁啊 我们30%的是靠皮毛呼吸啊 皮毛的呼吸 占30%啊 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大家对这个不了解 不知道我们复养医学 为什么说我们治皮肤病 总是用开表的药 很少用清热解毒啊 或者也收纳的药 因为我们知道 你收纳解毒虽然有效 但是你把这个鞋压到人体内 它早晚要出来 所以说这个病它永远没有头绪了 而我们把你发出来 让你发肝发净 把你这个生长环境给你改变了 发完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说富洋医学治疗皮肤病 有可能是越致 越什么症状越严重 但是严重一个过程之后 慢慢慢慢就好了 这就是说我们要把邪气发出来 而不是我们要用什么压下去的意思啊 压下去 如果压下去的情况下 那等于说我们当时看到好了 对吧 那就是后患无穷啊 后患无穷 我们富洋医学从来不会做这种情况啊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说 因为这个有症状 我们就去什么 就去给你用清热解毒啊 包括外用药啊 把这个症状压下去 我们知道这个症状是体内排斜的时机 那开窗期也就是我们学习行走去 有的人经常鼻炎咳嗽 那也是体内的一种反应排斜 但由于你的阳气不足 正气弱 排排停停排都排不完 如果你上了规制法 排长时间排长一个月 它不就好了吗 所以说这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这个病邪 是怎么得来的 怎么样让这个病恢复呢 那就是我们富洋医学经常讲的 叫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啊 所以说顺势而为 而不是逆行而上 那就是顺着皮肤来 这种向外开泻 呼吸这种功能 把它发泄出去 我们病就好了 如果我们不能顺势而为的情况下 当时我们看到我们症状好了 比如像一牛皮线啊 等等皮疹 我们一抹激素啊 一用清智凉血药当时好了 但是过一阵子 一吃羊肉 一吃热饭 他又犯了 每一年到时候没头去 可我们这次呢 虽然我们说吃着吃着 他加重了 没出的地方全出了 出奇之后最后慢慢消散了 永从此怎么样 绝了根换好了 所以富洋医学治病 有时间我们要注意 它不是热药反应 它是我们让邪气从哪儿进来 从哪儿出去 这有类似我们说的热药反应 这个在富洋医学里 我们要有这种定律啊 不能说病人一吃这个药 怎么窝的又加重了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我们的邪气在体表 他没有轻松出来 堆在我们皮毛里边 我们一定要让他出来 出来之前就会有反应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心里有数啊 千万不要说这个方吃着 怎么又重了 你就会告诉病人 那就说吃着邪气发出来 邪发出来之前 你会不舒服 发完之后就好了 你看这个甘草 也可以用制甘草 用生甘草 为什么在彭湿里边 要用生甘草呢 生甘草呢 它没有逆质作用 它不会什么逆质 逆了甘甜会影响开表 所以在这里边用生甘草 生甘草同时呢 有解毒作用 配合我们的表法 你看这里边不用营养货 用生甘草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 抚养医学用药 看起来就是贵制法 但是一味药 一个抛制方法 调整一味药 方向就变了 就是这个道理啊 这叫治皮肤病的方法 临床非常常见 想着往那倒了冷静了 鼻炎呢 小孩的鼻 增添鼻豆炎呢 等等都可以这样用 那你说它正气不足了 加个香白质 我们后面加个挡身 加个露角片 吃上一个月 慢慢就好了 所以说不要认为 这病很难治 只要顺势而为 一些病都很简单 借助我们的抚养法 都能好 我们看看下一个 去时通落治闭法 我们讲去时通落治闭法 简称为治闭法 我们知道 臂症就是疼痛 就是经络不通 所以说这种病呢 我们的贵制法 只是一个前奏曲 就什么前奏曲啊 就是我们先开一下表 调一下中 顺便治一下什么疼痛 所以说我们看看这里边 桂枝毛柱小茴香 枝干草生姜 阴阳祸酌行用 为什么酌行用呢 看看有汗没汗 有汗了 那我们就不用了 没有汗 或者是局部有汗 比如说 它有的人说 手汗多全身没汗 那我们就毛柱 加阴阳祸 要协调一下局部的汗 魏灵仙呢 是个通达十二经脉的药 枪火走太阳 松节 我们可以想一想 什么叫松节呢 你看 我们看这个字 你就知道了 松节是个什么字啊 我们看看松节是个什么字啊 松 松字 木 你看 一个木一个什么 木与公 这不告诉我们松吗 松术 松树是一个什么 阳木 也是一个阳性药 所以说它治避症呢 我们知道避症都是比较复杂 所以说像这吃上十天半个月 先作为开道方 然后需要加付片 加创物 才能解决避症 这是一个先什么 先疏通一下道路 就像我们说 就像我们说要想付先修路 扶养医学为什么早期总是用贵制法呢 就是说我们先打开道路 打开打扫战场 把道路打开 把天打开 把地沟通 然后再进药物 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说 威灵仙通经十二经啊 枪火 是个走太阳的药 从这个 从这个 海底轮 直接到百会 从下往上走了 松结这个公墓 也得要阴阳 透达关节 浮灵化湿 全冲 就是我们讲一讲 全冲这个药啊 全冲这个药非常有意思啊 全冲我们知道 卢竹之老先生 喜欢有些种全冲作饮的 为什么用全冲 我们上一次曾经讲过一次啊 全冲呢 就是我们说 上青下白 青呢通干 白呢通肺 你看 它是个通金木的 我们知道在 在负牙院学里边 不叫金可木 叫金木交病 金化木 是金木互通一气的 就像我们说 水火互通 金木互通 昆土 皮土互通一气 人才能生生不息 你磕不磕死了 对不对 互通一气 叫什么 相互为用啊 这才是 抚养医的核心内容啊 水火相生 金木一气 这才是我们讲 生生不息之能啊 所以说 根据病情 我们还可以加度重啊 乌药啊 食难疼啊 西沙 人一知人啊 等等都可以用 这就是说 我们这场处方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开道的处方 疼痛都可以加 包括一些火血 化医药 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说 抚养医学治疗 避震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开始的处方 也就是说 是一个开道处方 为我们以后的治疗 做准备的 所以说 这个处方 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知道 这个处方 后边 我们要加付片 那叫付贵法 如果付片效果 不明显 在这种方法 我们再加穿屋 叫父子穿屋 贵之法 也就是这样情况下 作用都强大了 我们知道 避震 避 因为风寒湿 杂而为避啊 所以说 既要去风 又要去湿 又要去寒 才能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个 前面这个分析 弄得非常好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听和用得非常好 你看这是基本组成 这是加减药 这是加减的内容 大家复习功课起来 都比较方便了 疼痛比较厉害呢 你说 我还喜欢加圆虎 也可以 对不对啊 你说 我需要加活血药 加龙血结 加乳香抹药 甚至我说 我加全虫无共 都是可以的 但是用虫类药 一定要注意 因为虫类药 煮了以后口感不好 我们可以把虫类药 打成粉剂 装成胶囊配吃 才可以啊 虫类药一煮 又口感不好 人吃了会倒胃口 会影响治疗 所以你看 威灵谦 松姐我讲完了 这个腔活呢 是一个透达膀胱经的药 它是从下往上走的啊 弗灵呢 化石啊 全虫非常重要啊 它一个通达经脉 另外一个协调经脉 你看虫是空白 中间是空的啊 所以说 它才有好的相互通达作用 有通达经脉 同时呢 还有协调经脉的作用 所以它这个虫 我们讲 看起来很简单一个食谱 但是会用的情况下 你就知道这个药非常神奇 所以说卢柱之老先生的很多医案 包括彭氏的医案 都是非常经典的 告诉我们卢门的最精彩的应用方法 我们在临床上 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去灵活的运用 你看药物组成啊 应用药点啊 重点药解啊 还有助生化积极能 我觉得这个听和编辑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它与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 对于我们大家学好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于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 感谢观看